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張茂甫美日一字 這個顯,危險的顯 我們先看楷書的寫法 左邊是一個耳朵 這個筆畫要小心,即便是寫楷書 這麼比較小的楷書 每一筆盡量要把它小心 尤其像這個多筆畫的字 這樣,輕重啊,那這個動作要做出來 稍微流暢一點的,就一些做簡化 流暢度就增加,代筆過來 尤其是這個那,就比較簡便一點了 這裡口,開始都帶入這個連續性 然後這個人字,兩個人 連貫性加強一點 就是稍微有點形凱 然後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會開始做一些省略 就是寫兩個人很麻煩 我們經常會把它變成四點 所以呢,很多省略 不只人而已 反正相同的兩個都最後一開始都會變成四點 左邊的耳朵 我用帳簿的東西發 這裡還是一樣 然後這裡人字呢 口字還是事先口字 先沒有變那麼快 四點 四點之後當然可以變成三點 然後再耳朵 再來變成三點而已 然後我們說,比較少變成兩點 都是這樣 那再來就直接變成一核而已 就是照某這種寫法 然後它變一核呢 連中間的口一樣開始變 我們剛剛講過相同的 下面是相同兩個 中間也是 但是是這樣演變 再來這裡變成三點 下面就變簡單一點 更簡單 不會說只有上面 三點下面也三點 這樣子太重複了 所以我們來看照某斧的寫法 三點這裡變成一個橫畫 所以這個重複性要注意一下 這裡譬如過來 一、二、三 折一下 來過來 連貫這個省略的模式 好 那再來繼續就是更省略 就是到這裡省略 這裡也省略 寫到後來這三點也麻煩 變成類似一個橫畫 一個代筆的 或者說 這時候好像變成兩點 也行啊 這樣 兩 因為這是口比較特別 口 單獨一個口 本來就是兩點 這樣也是 代替兩個口 這樣子 再來 好 然後呢 最後更省略的形式呢 會變成這裡 上面這裡省略的 那中間點 然後這裡我建議 還是不要變成兩點的感覺 還是三點 像這樣比較好 但是人之旁就做簡單的 這樣子 這是最簡單的寫法 好 這裡一個橫畫 然後中間還是三點 保有三點 比較適合 好 這是最草塑的寫法 大家 好 大家再留意一下 好 好 好